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访中亚分析认为 美预计俄乌变局在中亚打入蝎子 2022年日本新生亚数量首次突破80万人 岸田表示情况危急 首先来看到北京时间3月1号 美国刚刚成立不久的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召开了首次公开听证会 专家表示特赦委员会的背后 突出的是美国对于霸权的执念 以及面对与中国竞争时的不择手段 当地时间2月28号晚7点 美国国会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听证会 今年1月10号 美国众议院以365票赞成 65票反对通过一项议案 决定成立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该委员会不具备立法权 但拥有调查权 可针对中美在经济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情况 提交政策建议 并召开听证会 新任众议院议长 共和党人麦卡锡强调 委员会将不分党派 我们想到最好的想法 它们从哪里来到 最后的想法 我们不需要一个大量和小量的报告 我们只需要一概念 和一概念 麦卡锡指派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麦卡尔·加拉格尔 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生于1984年 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两次派驻伊拉克 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通常在白天进行 但这场涉及中美竞争的听证会 却极为罕见地 安排在晚上黄金时间进行 加拉格尔表示 将尽可能通过听证会 扩大美国社会 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 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的 聚焦重点之一 中美经贸与投资往来 加拉格尔此前曾公开表示 英特尔等美国科技企业 不应该一边在美国国内 扩大产能 一边继续在中国投资 而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的 一项重点工作 就是调查美国企业 在华运营情况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 达7594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彭博社认为 在所谓脱钩论调 甚嚣沉上的背景下 这样的数字更凸显出 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有多么密切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 开年以来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 跨国公司的高管们 正陆续重返中国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和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勒 将在三月访华 对于许多高管而言 这将是疫情以来 他们首次访问中国 这表明美国与西方企业 仍然高度重视中国市场 美媒还披露 越来越多的大型美国企业 开始规划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麦当劳此前表示 2022年在中国新开了700家门店 2023年计划再开900家 这一数字是该公司 计划在美国开店数量的 两倍还多 星巴克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 2023年1月 中国铜电销售额 环比大幅攀升 星巴克临时首席执行官 舒尔茨表示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相信我们仍处于在华增长故事的早期篇章 该公司计划到2025年 在中国新增3000家门店 专家指出 中国在拥有超大市场的同时 还建立起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 居全球第一 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 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还将重点调查 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 尤其是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和芯片等领域的投资状况 以人工智能为例 美国乔治敦大学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底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中 处于活跃状态的公司超过1600家 仅次于美国 是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 2015至2021年 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 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 401笔投资交易 占中国人工智能投资总量的17% 这些交易总共向251家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投资了402亿美元 占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筹集资金总额的37% 报告认为 鉴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 大部分投资来自国内投资者 美国政府监管对外投资 以阻止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目标 不太可能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政府也正在起草一项 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美国资本流向 中国高科技领域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早在2021年7月就曾表示 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 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影响出口管制的效果 政治报网站披露 美国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令 可能于3月底或4月初公布 近年来 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 越来越呈现出多部门倾巢而动 多个议题同时操作的趋势 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给这种做法赋予了一个官方称谓 即全政府战略 2021年以来 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多项内外政策 做出了重大调整 但对华战略上的全政府方式 却延续至今 美国国会众院设置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特赦委员会 在对华事务上持有极为负面消极的立场 完全是为了推进所谓对华竞争 甚至是对华遏制服务的这样一个机构 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 妄图扰乱阻碍中国的正常发展 破坏中美正常的合作 他们反复鼓吹 说正常的中美经贸合作 包括美国企业对华投资 会伤害到美国自身的产业发展 和美国社会中下层的利益 所以总体而言 这些人的这些扭曲的观点 完全是一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 这种本土主义的偏见 完全是一种美国必须在一切领域 都领先的这么一个例外主义的 这么一种固步自封的偏见 同时也是由于意识形态偏见 而导致了这种冷战思维的 这样一个体现 所以必然会对美国自身 特别是美国企业的利益有损 绝对不是一个理性务实的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的 聚焦重点之二 台海局势 加拉格尔死前曾对美媒表示 将通过特赦委员会 让美国舆论更加关注 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的紧迫性 甚至鼓吹要把台湾武装到牙齿 美媒此前披露 美国与台当局已经签约 但尚未交付的武器装备总额 达到187亿美元 比2021年12月的140亿大幅增加 其中包括2015年底 下单的208枚标枪 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和215枚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在2022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美国售台武器交付延迟现象早已存在 俄乌战士以及疫情期间 供应链的混乱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华尔街日报认为 美国军工企业经过多轮整合后 美国国防部的战术导弹供应商 从13家减少到3家 固定翼飞机供应商从8家减少到3家 卫星供应商从8家减少到4家 水面舰艇建造商则从8家减少到了2家 美国国防部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产业整合使美国越来越依赖 少数几家国防承包商 这种情况抑制了创新 破坏了价格竞争机制 也使供应链愈发脆弱 标枪反坦克导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核武冲突可以说刚刚经历了一周年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 给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变化 而美国可谓是一招接一招 先是美国总统和财长 先后突访乌克兰 然后使国务卿旋风式访问中亚地区 当地时间2月28号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塔什干 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 此前布林肯在阿斯塔纳 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 哈方高层举行了会谈 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 布林肯还参加了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两年多以来 首次向中亚国家派出部长及官员 美国国务院官员毫不讳言 此访在时间点上 与俄乌战事爆发一周年重合 乌克兰危机显然是美国与中亚各国之间 最重要的话题 中亚五国都曾经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在当地一直保留着重大影响力 俄罗斯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201基地 就设在塔吉克斯坦 纽约时报指出 目前乌克兰战场局势进入关键阶段 拜登政府正发起新一轮攻势 试图进一步联合盟友与伙伴 在加大对乌援助的同时削弱俄罗斯 不过外交学者网站注意到 中亚国家在与俄乌战事相关问题上 总体上采取了平衡的立场 2月23号联合国大会就一份呼吁俄罗斯 结束在乌克兰敌对行动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中亚五国都投了弃权票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布林肯共同会见记者时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纪明确表示 哈邦并未看到来自俄罗斯方面的风险和威胁 哈萨克斯坦奉行多边与平衡的外交政策 与世界各国进行互利合作 和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 拒绝对布林肯访问中亚进行评论 但纽约时报认为 至少在莫斯科部分人士看来 布林肯此访显然是具有挑衅性的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 乌马罗夫指出 2022年俄总统普京通过 面对面或视频连线等方式 与中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了超过50次会谈 这一年中 普京访问了中亚所有国家 这是极为罕见的 美国建立起了这样一种 C5加1的这样一种模式 就是要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虽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美国仍然希望 与中亚国家保持这样一种安全 外交层面的合作 今次我觉得布林肯访问 中亚还是有一个 所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 俄国中途一周年之际 我们看到美国搭建起了一个 所谓的围堵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 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种 集体西方的这样一个大联盟 中亚国家大部分在俄乌冲突上 没有选边战队 选择了中立不制裁的 这样一种立场 但是美国仍然是试图 拉拢中亚国家 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所以布林肯的这次 这个中亚制定 显然是要继续巩固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 试图要给俄罗斯 形成更多的安全压力 更多的我觉得是反映出 美国要在这个地缘环境 在中亚的地缘环境 制造所谓的间隙 打蝎子 这是一个美国长期的战略 布林肯的到访 还引发了外界的另一个疑问 美国的军事力量 会重返中亚吗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曾以联合反恐为名 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基斯斯坦 设立军事基地 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提供支持 但乌兹两国分别于2005年 和2014年关闭了基地 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间 曾向中亚国家提出 重新设立军事基地 但遭到拒绝 有吉尔基斯斯坦学者认为 围绕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 美国正在与俄罗斯展开暗战 中亚需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还是北约的问题 已无法忽视 美国在中亚地区 缺乏必要的社会根基 使得它在俄乌冲突焦灼的 这样一种状态下 它不会再重新开辟对俄的 第二战线 那因此呢 美国重返中亚的这种可能性 在短期之内是不大的 美国可能会更多利用 所谓的外交上的经济上的合作 防止中亚国家出现 所谓的这种导向俄罗斯的 这样一种趋势 美国直接介入中亚 有动机 无能力 短期之内呢 不会冒险在中亚 展开新的行动 从阿富汗撤军也都显示出 美国的战略中心 实际上已经开始转移 来看到俄国防部 2月27号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 中国和南非三国海军 联合演习已在印度洋结束 演习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金砖国家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 今天俄罗斯 中国和南非的联合演习已结束 船员们提高了三国海军之间的协调水平 演习在印度洋进行 这样的演习已经是第二次 船队击退了假定恐怖分子的袭击 解救了被海盗劫持的船只 并完成了联合射击 俄方参与演习的是携带 高超音速导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卡马号游船 中国 俄罗斯 南非三国海军 2月20号至2月27号 在南非德班至理查兹湾以东海空域 举行第二次海上联合演习 此次连演以维护航运及海上经济活动安全联合行动为课题 登港岸和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参演兵力包括中国海军淮南舰 日照舰 可可西里湖舰 俄罗斯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卡马号游船 南非海军门迪号护卫舰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此次派出的正是此前在亚丁湾执行第42批护航任务的海军编队 海军淮南舰 弦号123 是中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 淮南舰2021年1月入列 满载排水量7000余吨 具有一定的对海对空对岸反潜等作战能力 日照舰 弦号598 是中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 2018年1月入列 满载排水量约4000吨 除去有对岸 对海 对空 反潜等多方面作战能力外 还具备较强的警戒探测和综合作战能力 可可西里湖舰 弦号903 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于2019年3月入列 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 具有两弦三项四战同时补给能力 本次中国 俄罗斯 南非三国海军连演内容丰富 包括反海道 防空 直升机护将等十几个演练科目 连演必将有助于三方深化互信 进一步推动安全领域合作 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能力 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2月25号至27号 三国海上联合演习转入海上士兵演练阶段 围绕毛地防御 消灭弗雷 反海道 防空等内容 进行了演练 此次俄罗斯派出搭载告石高超音速导弹的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参加海上连演 并用A192M阿尔玛特舰炮打击了演绩目标 它的口径为130毫米 能够打击地面目标 空中目标 以及反舰导弹 这一次A192M在印度洋上击中了12公里外的目标 俄媒报道说 俄方船员的所有行动都与中国和南非的船员行动同步 这是夜间行动的画面 三国的战舰排成密集队形 在三个国家的一系列演习中应用了空中支持 俄罗斯第一频道指出 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三个国家海军间的协调水平 船员们完成的任务不仅仅包括战斗射击和击退模拟攻击 海军演练了解救有人质的被劫持船只 以及为海上遇险舰船提供帮助 此次联合演习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与中俄两军一道展开技能的切磋与互动 路透社报道说 南非强调此次联合演习属于例行演习 但演习引起西方国家的关切 并在南非国内引发关注 三国上一次海上联合演习是在2019年11月 专家指出 从连演课题可以分析出 演练课目包括反恐 打击海盗等 主旨是为了确保航线安全 演习有助于维护南非外海等相关海域 以及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对于世界航运安全会有所帮助 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稍早前强调 演习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 防务安全领域合作 这次联演也会为金砖国家的合作 产生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引领金砖国家未来 在这个合作中向军事安全 包括海军的合作交往 产生一个重要的引领作用 日本的人口危机彻底引爆 厚生劳动省2月28号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 首次跌破80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晚表态 承认这是危机情况 这是住在神奈川县的公司职员佐藤 36岁的佐藤一边工作一边和丈夫养育 5岁的儿子 本来佐藤曾梦想着能生很多孩子 但现在考虑到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已经放弃了生二胎的想法 佐藤夫妇面临的问题又被称为二胎障碍 日本很多夫妇本来想生更多的孩子 但是都放弃了 政府问卷调查显示 52.6%的夫妇不继续生孩子的原因是 生孩子和孩子上学 花费的钱太多 后生劳动省2月28号公布的人口动态 统计显示 日本2022年新生儿数量为 79万9728人 创历史新低 2017年时 日本曾预测新生儿出生数量 会在2033年跌破80万 但实际上比预测的提前了近11年 面对少子化进展如此迅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晚承认 这是一种危急情况 好 更多内容 再来看一组速拉 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于2月27号至3月2号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 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多家参展企业就移动通信行业 新趋势 新产品和新技术展开探讨 人工智能成为今年 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智能手机 智能机器人等展区 围满了好奇的人群 韩联社表示 通过此次大会 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更快地渗透到 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俄美2月28号报道 受1月份严寒的影响 塔吉克斯坦 瓦赫达特地区 多处养殖场 共有超过100万条尊与死亡 养殖场老板说 没料到京东天气会这么冷 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 流入养殖场的水 很快就结冰了 工人们不得不全天候 进行破冰作业 塔吉克斯坦政府 正在向受影响的养殖场 提供援助 计划先孵化100万条尊鱼鱼苗 随后投入养殖场 据KBS电视台报道 受干燥天气和大风的影响 近2月28号一天 韩国全境就有9个地方 发生了山火 在庆上北道里全郡 一座小山丘当天下午 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火灾 火势一度蔓延到村庄附近 村子一带被刺鼻的浓烟笼罩 近400居民被迫撤离 据估计山火影响区域 约为20公顷 当地消防部门 全力阻止火势的扩散 但截至晚间 灭火率仅有40%多 亚洲新闻台近日报道说 根据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的标准 新加坡成为了首个被认证为 可持续旅游目的地国家 长久以来 新加坡十分重视城市经济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确立了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 当地旅游开发公司打算 在南部岛屿建设用 可回收材料制作的移动房屋 屋内的设施都由太阳能驱动 既环保又能带来不同的居住体验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